偶像练习生一期 昏浓进A意外的是张一星整齐都在喊同一评语 昨晚死守的偶像练习生终于开播 小编也是熬夜带娃追 气场全开的张制作人威武坐镇 气场全开 其实张一星的点评不多 眼简易改 自自如猪 不像某些节目细经的评委和导师 对每组选手点评最多的词就是balance balance不对 还是balance存在很大的问题 点评了好几组选手 每次都提到这个词 那balance在跳舞里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张一星认真的对着大家解释 跟着镜子去找自己最适合的做的动作 这个动作是最漂亮的 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那我就一直跳这个动作 然后让我自己的身体记住这个动作 我只要把手抬起来 自然而然手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真的是把这个balance找到了以后 会给你的舞台加很多分的 哇哦 经过张制作人一番点评 小编也是常知识了 我们一星是用自己亲身经历和汗水换来的经验之谈 值得每个练习生终生受用 对于舞蹈 一星真的是认真的 本期平A是被炒得大热的C位蔡徐坤和台湾小黑马陈立农 陈立农是真心可爱 电型的台湾暖男 唱歌不错 跳舞也是很有潜力的 别看私下软萌 像傻白甜 一唱歌就跟换了个人一样 气场都在线 听着特别享受 简直是零又加那一咖的 蔡徐坤带着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唱台 挺有那个范文的 妖娆性感啊 一番舞蹈之后 观众和各位导师都记住了她的《渔网山》 王嘉尔竟然还问她哪里买的 好喜欢 然而被她的粉丝笑对 你自己也没少穿吧 哈哈哈哈 炸毛头的蔡徐坤还真挺美的 哈哈哈哈 整期镜头和话题很多的范城城被剪辑到下一期 月华是大家望重瞩目的一对了 好多选手都是人气不错 这几个又高又帅的大男孩也是给观众留下了好多期待 都说范冰冰和李晨狂宠弟 私下也是疯狂打扣 真正看了范城城之后 觉得她也就是心思细腻 善良单纯的大男孩儿 很看好她 剪辑师的胡乱剪辑真是狂制造话题了 期待下一期 继续吃瓜 再见 再见